金毛被主人抛弃了两次,当第三次的时候,恨心主人被感动了。 金毛向来受到人们的喜爱,国外媒体曾做过调查,金毛在全界受人们欢迎程度的排名一直都位列第一第二。 正是因为他拥有着帅气的外表和完美的性格成为了人们最喜爱的宠物之一,时常用大大的微笑取悦主人,因为主人开心了他也很高兴。 发生在金毛身上的忠诚和友爱一直都感动住人们。 这只金毛名字叫做卡卡,一年前主人一时兴起,将他从狗室上带回了家。 这位主人住在公司的员工宿舍,在养狗上有诸多的不便,不过卡卡好像很懂事,似乎可以感受到主人的难处,所以他并没有像别的小狗一样调皮,即便是到处转悠也是小心翼翼。 不过即便卡卡在动事,毕竟他也会饥饿寒冷,因为主人经常上夜班,时常忘了卫视卡卡,一到晚上卡卡又冷又饿就会发出震震叫声,这样就影响到了休息的同事。 但是,时间长了向领导反应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没办法,本来主人在宿舍养宠物就已经不符合规定,只不过大家看到养都养了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因为卡卡的影响,领导下令公司禁止任何人养狗。 于是主人迫于无奈萌生了把卡卡扔掉的念头。 就这样,跟主人在一起生活了一个多月的卡卡被主人坐车抛弃到了很远的地方。 一路上卡卡都兴奋得不得了以为主人带自己出去玩。 虽然主人也有诸多的不舍,但是无奈自己也是个打工者不能因为卡卡丢掉了自己的工作。 因为公司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主人还特意坐住公交车来到了较远相对比较繁华的地区,希望有好心人能够收留她,不至于让她流落街头。 但是没想到第二天卡卡竟然奇迹般的回来了,累了趴在院子里无精打菜样子看上去疲惫极了,想必是跑了一天,全身脏兮兮。 当主人闻声而来的时候,卡卡也看到了主人,脱主疲惫的身体艰难地站了起来,神情极度悲伤,可能她在想为什么主人要抛弃自己。 主人看到这一幕心如刀割,但是没办法为了工作第二天还是要把她丢掉。 当天给把卡卡喂得薄薄的给她洗了个澡,晚上把她抱回窝睡觉的时候,卡卡似乎害怕再被抛弃,一晚上都没敢睡觉不停地探头出来看看主人。 第二天崽崽又踏上了被主人抛弃的旅途,一路上不断地悲伤的低哼住,揍了一半,主人实在不忍心再把她抛弃,于是千辛万苦找了家把他卡送给了人,而且叫这家人好好看管他卡小心跑丢了。 这家人一看是金毛 当然乐意了 非常高兴地收留了卡卡 离别时 卡卡望着主人远去的背影放声大叫 这一次卡卡没有再回来 主人也放下了心 看来那家人把卡卡照顾得挺好 结果第三天那家人打来了电话 告诉主人 我劝你赶紧来把这狗接走吧 自达米送来之后 这三天他只喝了点水 为什么他也不吃 再这么下去这狗给死呀 主人听后内心惭愧不已 没想到卡卡如此忠诚 后来单位领导也听说了这件事 也被感动了 当即决定规则是人定的 可以把卡卡接回到宿舍 现在金毛已经长大了 不过他这从小就忠诚的品德时常被人们谈起 这是发生在人与金毛之间真实的故事 可能没人会想到金毛从小就如此忠诚 那是因为不懂的人没有经历过分别 当你经历过之后你就会明白 狗狗一生只忠于一个主人 无论环境多么不好 但是只要你带他进家门了 他就认定你了 一生只忠于你 欢迎投稿 爆料或者吐槽 加入我们群组 我要爆料 或者发邮件到我要爆料粉丝页 我们会有专门记者 帮你编辑成为文章 发布到我们网站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